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日否决了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提出的就所谓新疆人权状况辩论的议案 最终以17票比19票遭否决,11个国家投了7全票 有评论认为,金元外交是中国显胜的关键 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6年来第二次有议案草案遭否决 乌斯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与维瓦人有着历史、文化、分俗和血缘关系 投了反对票,引起了维瓦人和哈萨克人民的强烈不满 除了中国盟友,还包括多个非洲国家,以及卡塔尔、阿联酋等波斯曼国家 还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 舆论认为,实际利益才是这些国家的最主要考量 对于本次投票结果,东突决散信息中心主席、维瓦尔民族运动领袖、世界维瓦尔代表大会、 伊斯坦巴尔国际东突决散组织协会、学者和专家分别发表声明 表达了愤怒与不满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而反对该党党魁习近平企图打破党内惯例常规继续连任 挑战其执政能力和领导地位的护身不断 在决定高层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 出现了据称是党内改革派发起的广大民众参与的公民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三反运动 以及一分海外民运人士呼吁中共党代表全体代表罢免、审判习近平的公开信 三反运动的发起人和致中国二十大党代表的公开信 敦促中共官员任勤形势在重大历史时刻共同为阻止习近平倒退回毛时代 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尽一份力 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下个月将在卡塔尔打卡市举行 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着人员短缺 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史期间为应对大约120名球迷的涌入 这对该国的基础设施、旅游业、餐饮业和安全部门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该国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 官方资料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卡塔尔人口激增了13.2% 中央社引述路透社的报道 根据9月份收集并由卡塔尔统计局上周发布的资料 在过去的一年里,约有37万人移居卡塔尔 使这个富裕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人口达到了294万 卡塔尔人口大部分为低收入的外籍劳工和其他外国人 实际国民人数大约38万人 卡塔尔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 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镇报警察 巴基斯坦也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 在乌斯别克·撒马尔汉,当地工匠至今保留着 由丝绸之路上对于1400年前传入的一种捐纸的传统制作方法 参观者们可以亲眼目睹造纸过程中所有的艰辛手工工艺流程 造纸厂员工介绍,制作200张纸大约需要10天时间 选用只有一年树令的桑树枝,浸泡两纸三天后,用刀剥去树皮 因为桑树本身就是一种残丝树,具备胶水和淀粉 造纸流程没有使用自动化技术和漂白剂等化学品 因而造出的这种被称之为丝绸纸,结实耐用 书写的手稿历史2000多年,仍然完好 直到18世纪,撒马尔汉一直是中亚丝绸纸的生产中心 200年后,丝绸纸又因其耐用性再度受到青睐,并用来修复古代书稿 可当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骗局 却让众多的参与国纷纷落入了债务陷阱 我们下期再见